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張傑 站起來 一下一下 我要唱我的天做會首歌 然後你們知道下個改靈的是忘符對不對 對啊 我研究一下 跟我一下 等一下水域很好的 就是我等一下要唱這首歌叫蝴蝶 然後是我以前很早以前做那個 職能治療師的時候 寫給小朋友的一個歌 我以前是在照顧那個 就是自閉症的小朋友 然後 然後剛剛在後台的時候 那個跟小朋友 忘回的小朋友 我們在玩吉他 然後我們就想到了一首 Beatles的一首歌叫Blackbird 然後我說這我也會彈 然後他說他也會彈 然後我就說那我等一下在我表演裡面 把它硬塞進去好了 然後我等一下想一想好了 等一下我唱到那邊如果 尖奏的時候如果我有feel to style 如果沒有feel我就彈 那個黃建文的style的尖奏 然後我就會彈我 好那 好在那最後一首歌之前 就是要非常謝謝我從台灣來的歌迷 謝謝你們 搭飛機不久 但老實說還是有點遠於畢竟隔了一個海 謝謝你們 然後很摸心 然後我 今天應該會是我最後一次 就是在香港的話 是我最後一次只拿一把吉他 因為我已經練了一年多的鋼琴 然後下一次我來香港的時候 會是吉他跟鋼琴交替 好 會來香港 所以今天我們就享受這個 全部都是吉他 我已經把我的吉他淋漓盡致的發揮 我沒辦法才彈得更好 對 對 那我們就來唱多一首歌 很有意義的一首 那 我想我應該不會彈那個尖奏 因為我可以 不管如何 送給今天有機會 唱歌給你們聽的每一位送給你們 謝謝 我忘了說 所以我要在這首歌之前先講才對 就是 那個 你要喜歡那CD的話 我今天有幫你們帶過來 我本來是有點 帶都 不是很想帶 因為想說好重 但是我想說不對 你們好像不方便買 我就把它帶來了 所以 等會 可以那個簽名啊 對 我們可以簽名 然後可以 拍一個照 好 好 不想到了 對 好 來囉 當這世界一片荒芙 沒有個更重的迷途 我的手中美麗粽子 應該撒下何處 或許在世界盡頭 有個小小角落 那裡鳥兒歌唱 還有花兒方向 眨著眼睛 咚咚指頭 你心中的話我不懂 你的聲音說些什麼 你的世界和我不同 或許就在你心中 有個小小角落 那裡鳥兒歌唱 花兒紛紛 有我在你身旁 你身旁 你是一隻蝴蝶 只是還沒學會跳舞 需要多一點時間 還有很多愛的守護 當我問你的 你總是蠢蠻和拒絕 但你臉頰熟悉的溫度 已讓我滿足 就算有那麼一天 我的眼睛已模糊 可能我的耳朵 也早已聽不清楚 親愛的你 不要感到孤獨 就在這個世界 會有一個角落 那裡花兒芬芬芬蝶 為我 Histori的意思 題詞其沾 萌鈴 探 Zither Harp 就算有那么一天 我的眼睛遗忘 可能我的耳朵 也早已听不清楚 亲爱的你 不要感到孤独 就在这个世界 会有一个角落 那里花儿芬芳如蝶 飞舞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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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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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謝謝